这是男人最幸福的一天 却也是他最悲催的一天 女神向他表了白 并且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然而大家还不知道的是 他马上就会害死这里的所有人 弟弟小星为了发财 不惜诈骗了大家的财产 只要回到大陆就能成为亿万富翁 而离开这座岛的唯一方式 就是吸引十天才来一次的度假邮轮 只可惜邮轮的秘密 只有小星以及老马才知道 而为了做到后患无忧 小星决定切断大家的生活补给 让众人留在岛上自生自灭 随后和老马带着财产离开 回到大陆开始崭新的生活 老马确实心动了 面对上亿的资产 他哪里还想做一名普通员工呢 可是另一个人却改变了他 那就是心中女神吴珊珊 老马怎么也想不到 珊珊会在这个时候向他表白 许下了一生一世的爱情诺言 老马不忍心再装下去了 于是他把船的秘密说了出来 这里全是家了 全是真的 到底在说什么啊 众人有些听懵了 可就在老马还想解释时 小星却一把拦住了他 小星 告诉大家现实世界还在 什么现实世界 别做了 告诉大家传的 告诉大家传还在 小星并没有佩格 反而说老马是不是想嫁给小疯了 眼看是越闹越厉害 众人果断就把他控制了起来 第二天 老马想找其他人说明情况 可是一个疯子的话根本没人听 甚至连珊珊都对他彻底失望 小星安慰着老马说 哥 别担心 你还有我 你过不去的坎我都会帮你解决 而当小星说完后 老马仿佛真的变了 我想明白了 我听你的 哥 想咱俩们回去 这一切都是咱们的 等小星离开后 偷听的小王跑了出来 知道了两人要偷跑的秘密 不过老马却没有意外 反而找上了小王合作 那你想不想做 怎么走 用你的体力 我的智力 就你这样还智力 到了游轮来的当天 大家像往常一样伴着篝火晚会 可也就在这时 老马突然和小王争吵了起来 而在打闹中 老马吸引了所有人注意 却没人发现小王已经偷偷跑了 小王来到船舱位置 将所有石油都撒满了房间 只要一把火点着 那他们离开的计划也就算完成了 但好巧不巧的是 手里的打火机坏了 看到情况有变 老马急忙抽出火把就要去帮忙 小星也突然反应了过来 立马叫大家拦住了他 此时解释也晚了 老马只能拼命的向船舱跑去 可奈何双手南堤四掌 没出两步就被人给按住 而手里火把直接掉到了珊珊脚下 看着不要命的老马 珊珊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他 于是一把火扔出 瞬间点燃了整艘邮轮 但是还不够 老马急忙向海边跑去 吸引着大家就要去拦住邮轮 可没想到自己跑得太急 完全没留意脚下的断崖 老马摔了下去 而船舱引发的爆炸 成功引起了邮轮的注意 当再次睁眼时 老马被冲到了岸边 其他人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但万幸的是 珊珊留了下来 他们人呐 船等不了都先走了 那你呢 我下来了 然后呢